工作室 心情 宏玉见到 那边呢 报告 首长 小日本可能要玩命了 火力太猛了 我命令你 把口带口给我扎紧了 把所有的小日本给我困死在山中 是 马津田连带的突破攻击 全力协力 武蔡 一九四四年 日本对华侵略 进入到最后的疯狂阶段 工本师团被我军围困在恒山的山野 穷途末路的工本 凭借一个炮兵连配合闪击战 向我包围权弱点发起猛攻 依靠火力强大的炮兵阵地 工本即将撕破我军防线 突出重围 混贷 1944年 罩 优优独 点 禁换 文件 古兰 文件 叫 余优独 维庆 文件 文件 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看 继续发布 等我来带来 把军队带来带来 队长 这么干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 肯定没问题 就咱们队长的日语啊 说连小日本人都听不懂 日本人听不懂 还叫日语吗 行了 你们几个小子 都给我接了点 行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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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 让小鬼子尝尝咱们的厉害 好 为什么要离开了 快点 我会联络的 好 好 好 指寄 梅亚本君 您好 现在正式地通知 您们的奉兵人士 有语言 等着花火 那 走 洪玉姐 现在怎么办 能带走的带走 带不走的炸了 来 我 小鬼子尝尝 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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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不准备 我冒险了 我冒险了 你们是谁 谁是谁 政委 您找我 是啊 我找你 有好消息啊 好消息 我问问你啊 是谁给你下的命令 让你去端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啊 现在不是解决了吗 解决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不 违反纪律 擅作主张 我 我 我 小梅 政委 我问他禁闭 是 政委 你走吧 队长 你咱们 快 站住 今天 那是 河北重大的運送台 城外的遊戟隊都遭遇了 河北重大全滅 這 為甚麼這件事 這件事是 林鄭上的公日文治 遊戟隊に 情報提供 遊戟隊 遊戟隊 那是遊戟隊 誰是誰 大佐官嗎 我 快要退後 我調查了 今次 他們 全滅 局長 我聽說日本那邊可出大事了 出甚麼事了 具體甚麼事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他們正在火急火燎地開甚麼緊急會議 報告局長 渡邊太軍來了 快請 渡邊太軍 山門峰把您給吹來了 快請坐 你之前告訴我 林鄭城裡已經沒有了抗日分子 可事實上 城裡不僅有抗日地下組織的存在 而且 他們和城外的遊擊隊 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齊隊長 在 跟我去抓人 是 快開門 開門 開門開門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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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開門 開門 凭什麼抓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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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进去 进去 亮明 是不是亮明 是不是 是不是 亮明 是不是亮明 是不是亮明 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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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亮明 你自己可就想清楚了才是说 不是 不是亮明 我听不清 杰队长 我不识亮明 再说吧 我说 我就说 我站已被商会出卖 必须立即撤离 如遇不测 请组织重新委派同志 立即进入临江 配合游击队切断工本的补禁线 保护电台 上出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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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 是 你 是 甚至 你 是 你看 现在还关禁闭呢 你注意了没有啊 欧阳峰同志啊 脑子灵活 与事情啊 他善于判断分析 最关键的是啊 他懂得日语 这对我们 在地口开阵侦查工作 非常有优势啊 这个分配任务的工作 还是您亲自过去一下 好 那我就去 走 政委 反省得怎么样了 反省好了 我不应该独自擅自做决定 却端了鬼子的炮兵阵地 更不应该自以为是 更不应该带领你全优秀的战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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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快快快 穿衣服 是 政委 您是不是有什么好的任务交给我啊 就你小子鬼 不知任务 服从命令 你知道临江城吗 好 来来来 政委 您坐 让我去临江 不错 眼下 我们和临江的抗日组织 失去了联系 电台一直联系不少 上级判断啊 临江城内一定出了问题 所以啊 派你进入临江 尽早地 和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了解敌人的调配情况 和运输计划 不能让日军 把无私运到横山来 确保我军维艰功本事团 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坐坐坐 我还真不放心 临江的日本衔兵司令 龟田这个人极其难对付 他心思沉密 怀疑一切 所以啊 考虑到你任务的艰巨 是丹利伯 我们违派了另一个同志 和你一块儿去 不是 政委 我一个人行 你们的公开身份 是夫妻 夫妻 那您还是把我关禁闭吧 我还不如关禁闭呢 我什么我你 进来 洪月 政委 这 这可吃不得 我告诉你小子 宋洪玉的家庭背景 非常适合掩护你 这也是组织安排的 是任务 合作愉快 欧阳峰同志 是 赌我都躲到公本的 炮兵阵地上去了 算得公本倒霉 我宋洪玉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才是战斗英雄 不可以 对 宋洪玉果然 不可以 也会 是 美眉 可 我 你还会修车呢 这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好了 那走吧 车坏了 坏了 那怎么办啊 洪玉 离林江还有多远啊 远倒不是特别远 过了这个山头就是了 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 非要跟什么你一块儿 去完成任务 你看看 现在车也坏了吧 行了 走路 你太逗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又不是我让车坏的 行行行 孙护玉 我告诉你啊 到了临江城以后 希望你听我的 咱们约法三章 说吧 什么约法三章 这第一呢 虽然你是宋家的大小姐 希望你在别人面前 耍耍大小姐的脾气 在我面前 千万别耍大小姐脾气 怕我欺负你啊 我怎么会欺负你呢 你是我丈夫啊 这第二呢 希望你听从我的命令 一切都以服从为天职 三 三 虽然我们假扮夫妻 但是希望你知道 我们不能住在一起 当然不能住在一起了 你想得美 但是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 为什么呀 你说为什么呀 我爸要是发现我们两个 不住在一个房间 你觉得他不会怀疑吗 我们现在是夫妻 你看你这汗流的 修车修的 出了这么多汗 怎么了 医生 不高兴了 走吧 我 我跟你说 我要跟你非常严肃地说 一个约法三章 说 先把箱子拿下来 第一 在别人面前 我们必须想个福气 第二 在我爸面前也得像个夫妻 第三 在我面前更得像个夫妻 走吧 我的丈夫 是同志 是丈夫 好 走吧 这儿呢 等一下 走 走 走 你的墙为着谁 你的心为了谁 洪玥 是这样的 我们到了临江之后呢 首要的任务 就是跟临江的 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们 进行联系 临江虽然比不上 那个前线 但是也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对 危机四伏 是 情况十分地危险 我看 不如你还是回去吧 等一下 什么意思 关心我 算是吧 我都跟政委说好了 我们要假扮夫妻 然后再一起抗日 哪能这样说回去就回去 再说了 你是不是看我一个女人 太担心我呀 一个女人怎么了 一个女人就不能抗日了 就非得男人抗日啊 你走慢点我跟你说话呢 我跟你说话呢 怎么了嘛 娘娘娘娘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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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拿着枪呢 把你俩手里的箱子放下 老婆快点 走走走 下面下面 你看 你看 洪 洪玉啊 我刚才还跟他们说呢 我这一看我就知道是你我 马德成 我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呀 我 我 我现在是临江警察局行动大 对 部队长 你看 站住 我就混口饭吃不是 怎么了 你看你现在头部也烫了 穿上小屁肩了 不是不是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是吗 可不是吗 这是谁呀 我是 我丈夫 不是 你成亲了 结婚了 不是 不是 不然快点 快点快点啊 哎呦喂洪玉啊 你这要是让齐霞知道 不得给他气死呀 怎么了 我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真不知道 假不知道 他早先就一直喜欢你 到现在 他可不只是喜欢你啊 他对你可是一往情深 一往情深的 就在这儿等你啊 马德尘 这城门你怎么看的 这都堵成什么样了 干嘛呢你 不是 你 你看他 他谁呀 齐家兴 红玉 你还好吧 回来就好 这么多年 等一等他好辛苦啊 你去哪儿了 我 你去哪儿了 红玉 我 我 家兴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人是我丈夫 叫欧阳风 之所以这么多年 我没回来呢 就是去帮他料理一些 生意上的事情 这次回来呢 就是带他去见我爸爸 你结婚啦 你好 我叫欧阳风 我打了你 不干你事说 不干啥呀你 你是怎么把护鱼 骗到手的 说 你弄得把枪放下 你别激动啊 我没有骗他 是他主动嫁给我的 我们 我们是因为恩爱 所以才在一起的 说红玉 我愣急他嫁来吗 你干嘛呀你 红玉 这么多年 我等你等得好辛苦 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那不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吗 再说感情也不能强求啊 欧阳他对我很好 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才对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嫁人了 走 走 这么多年了 家还是这个老样子 这么多年了 我都不知道我家在哪儿了 你别那么悲观行吗 从今天开始起 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们就是你的家耶 是 是 阿金叔 小姐 小姐回来了 快快快 你还好吧阿金叔 好 好 快进来 我爸呢 在里面 进来 快快快 请 我来拿吧 我来我来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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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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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谢谢 快快快 快进来 你们先坐一下 我马上去叫老爷 老爷 不要紧张 洪玉 爸 洪玉 变了吗 回来了 可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爸爸 我以为你把爸爸给忘了呢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平安回来就好 平安回来就好 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位 爸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丈夫 欧阳峰 宋伯伯好 丈夫 爸爸 欧阳先生 你还是先叫我伯父吧 我怎么把他带到这儿呢 你应该不懂 中国人 不是 我真的不用认识 我回来了 你会死吗 我对他们说 什么 我对他们说 我对他们说 前面有汽车的汽车和汽车 如果是烂了 这可能是烂了 归天思良 您要征用我的仓库存放军用物资 还要用我的货车来运送 両舍君来救救 是 我快点 爸 您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你跟我说实话 这些年 你究竟在外头干了些什么 全告诉我 我怎么没跟您说呀 我给您寄了好几封信 一直都没有人回我 可能是因为战乱吧 所以没有说到 不管怎么说 咱们老宋家在临江 也是名门望族 你怎么可以这样 莫名其妙地带个男人进门呢 成何体统 你叫我老两王哪搁啊 爸 您先消消气 消消气 您想一想 您说您女儿一个人常年在外面 孤苦伶仃的 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人 对她这么好 究底所当然结婚了 我之所以事先没有告诉您 那是因为我怕您不同意 那您现在突然把她带回来 就不怕我不同意 婚礼都办了 您现在反对来不及了呀 您就认了她不爸 而且她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 无法想象的好 这话由不得你说 得我自己看 她要是过不了我这一关 休想进我的家门 爸呀 您说我这一路赶回来 刚也到家就被您叫过来喧哗 我好饿好累啊 我们不能边吃边说吗 这样多温暖呢 好好好 去去去 你先去吃饭吧 我一会儿就过来 那我等你啊 去吧去吧 姚先生 我们查出 你们公司卖出了一批 违禁药瓶 而且还运出了城外 这得这么解释 故点司令 这 这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却给你 舒贤 妞妞 爸爸 起床 爸爸 爸爸 起床 妞妞 妞妞 大妞妞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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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赢了 娘娘 爹 爹 爹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老爷说的是姑爷 别叫他姑爷 我还没认呢 你觉得他们像夫妻吗 他们像不像夫妻 我说不好 不过那个欧阳先生 不像是一般人 这话怎么说 他那两只眼睛 透出的目光 不同寻常 谢谢 要不是常年习武 功夫上身 绝不会有那种目光 这我倒是没想到 你小姐的目光 是不会假错人的 红玉年纪太轻 涉事未深 容易感情用事 我是怕他 看走了眼啊 这就是我们两个的房间了 这本来挺简单的 没想到现在事情 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你放心 我爸肯定会认你这个女婿的 你爸要认我呀 也需要一段时间 再说了 你别忘记了 咱俩是假扮的夫妻 那可不一定 你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说不定时间长了 就变成真的了 你想都别想啊 我们不要忘了假扮的身份 怎么了 怎么就不可能啊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战斗英雄 还是我宋红玉配不上你啊 那倒不是 那是什么呀 什么 没什么 红玉 我心里一直有个结 我想要给它解开 我可以帮你解 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喜欢吗 喜欢吗 我们一个人 我们下旁边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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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这个一方 来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还有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让我们下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 放下 那些人在哪儿 杀 打赏 那些人在哪儿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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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姨爷 姨爷 让开 杨先生 我今天就放你回去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桂田司令 我把掉脑袋的事都告诉您了 您还需要我做什么呀 这要是被他们知道 是我透露的消息 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呀 杨先生 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关系了 杨先生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应该知道 背叛了合作伙伴的后果是什么 希望我们能好好合作 这也是你唯一保平安的理由 我明白 我明白 爸 看报呢 今天有什么大新闻吗 洪玉啊 我们临江的百姓日夜不得安宁 你看日本人到处横行霸道 以后没事别往外跑 我不往外跑 我既然都回来了 我一定会好好陪着您的 欧阳呢 欧阳 我让他在周边散散步 熟悉熟悉环境 马上就回来了 外面世道这么不安宁 他有人生地不熟的 你让他到处乱跑什么 万一得罪个日本人 是 这事就不好办了 是 我知道了 我一定跟他说 好吧 各位 我这话也说这么多了 这婚姻大事 咱也不能勉强呀 是不是 这红玉心里的要是有你 她能嫁人吗 别老惦记着了 人家老万家姑娘不就挺好的吗 你闭嘴吧你 说过多少次了 我这辈子非红玉不娶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不是 人都嫁人了 你惦记有用吗 你就别跟自己较劲了 进 我的二位队长 这怎么还喝上了 喝酒关你屁事啊 我那里管我 队长 是不管我的事 但是关日本人的事 新华路那边又出事了 局长来电话 让咱赶紧去 不是 新华路那边 不就日本人管的吗 跟咱非我们关系 那走吧 走吧 日本人一句话 比亲厉害管住 我们四个训练有素的特攻夹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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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他们全部杀死 这绝对不是一个一般人的所谓 此人伸手敏捷犯影极快 是可以一招制敌的家伙 是一个很可怕的对手 这个人的出现 一定和我们的物资运输有关 司令 我们刚刚中创了他们 会不会 这只是他们的包袱行动 没那么简单 不管是因为什么 都要御一番机 抓几个中国人到广场等我 是 物资的运输 一定要绝对保密 物资的守卫 要立刻加强 否则 我们将遇上大麻烦 是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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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生 也是一个识识误的人 应该知道 背叛了合作伙伴的后果是什么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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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今天 我们帝国的几位军人 被杀害了 手段极其残忍 各位 如果有谁知道什么线索的 请 现在立刻说出来 这日本人太心狠手辣了 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志 现在临江城 所有的据点都被毁了 看来 我们只能等 上期派来的同志 联系以后 才能上报情况 那我们现在 就做以代币吗 当然不会 我们要再想想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跟临江城 所有的联络点 能联系起来 好 看来 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线索了 那我们只有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了 这谁 这谁 我也知道 这谁 你别多说话 这是什么拿捏 这谁 不是这 tooth 这谁 不是这 Yahudi 这谁是什么拿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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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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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怎么样 他们有没有打你 有没有伤到你 没事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他们怎么会放了你 你真的一点事都没有吗 他们这次查清楚了 我跟他们要查的事没什么关系 就把我放了 日本人抓了杀了很多人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好了 我累了 我去休息了 你别躲着我 这一切 跟当时二弟出事的时候 太香了 住口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以后别在我面前再提二弟的事 书贤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也知道 二弟的死啊 我心里到现在也过不了这个坎 我不想再提起这件事 我明白 别说是你 就是我现在想想 心里还是很难受 你要相信我 我只是跟桂田解释了一下 我们公司贩卖药品的事 他就把我放回来了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爸 欧阳先生府上是哪人呢 回爸爸的话 我的机关在四川 都做些什么生意啊 家父做一些小的生意 做一些海上的贸易啊 还有什么矿产啊 这一类的 那可不是小生意 和令尊比起来 我可有点高攀不上啊 爸爸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洪月 你们吃吧 我早上起来有点不舒服 不吃了 爸 你干吗呀 不吃饭了 欧阳先生 等你正式入门 做了我的女婿之后 再叫我爸爸 好的 爸爸 这个人是我丈夫 叫欧阳峰 你结婚啦 我打死你我 你不敢进这儿说 我买你 你先吃啊 我接个电话 红月 我是嘉欣啊 嘉欣啊 怎么了 我是想向你解释一下 昨天的事 我 我在城门口太冲动了 我让你丢人 让你没面子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么多年你在外 是不是受了什么欺负 受了委屈 才跟那个叫欧阳峰的人 在一起啊 不过没关系 你现在回来了 我齐嘉欣一定会对你好 我关心你 照顾你错 齐嘉欣 你先听我说啊 首先我特别感谢你这份好意 可是现在没有人让我受委屈 也没有人欺负我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且你 红月 我不在乎这些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这些什么都可以不介意 我不在乎 你不要再说了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挂了啊 红月 红月 你们俩下去吧 是 你这是怎么了 齐嘉欣 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这个齐嘉欣 好像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对啊 他从小就喜欢我 而且 我记得他从小就处处保护我呢 这多好啊 你想想看啊 你未婚他未娶 你们两个青梅竹马 这刚好一对 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 怎么了哥 哎 吃闭门羹了 少废话 别郁闷了 林江老劲 你最好的这口啊 兄弟陪你喝一口 喝什么喝 我现在能喝得下去吗 我喝 你别怪兄弟说你啊 这天下女人移的吧 你何必在这棵树上吊子 再说了 人送婚与都结婚了 你何必呢 我是担心 他这样会纠缠我 到时候影响我们的行动 那就不好了 我看未必吧 你好好想想看 这齐嘉欣是什么人 德成 小学陪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最了解我 是啊 我等他宋洪玉等了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呀 不就是想如果他有一天 能回来 我们俩能在一起吗 可现在倒好 他人回来了 可是已经是别人姥婆了 行 行啊 谢谢 哲家兴使临江市 警察觉得特别行动的队长 他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只要你跟他接触多了 没准就会搜集到情报 还真是啊 对啊 好有心机啊 这叫智慧 我看 你爸好像不太认可 我这刚上门的女婿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让你们家老爷子 怎么能够接受我 对 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表现特好 特别淡定 你就按照这种方式去表现 我爸早晚有一天 一定会接受你的 让你爸接受我 还真得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啊 你就得好好配合我 你说我们两个 天天在家弄得跟陌生人一样 对不对 没事你就得这样 这样我爸才能接受得了你 吃饭吃饭 同志 四条 四条 别动 我碰了 对不起 我碰 发财 六条 别动 别动 妈 妈 我又碰了 真对不起啊 干嘛呀你 还让不让人玩了 不让玩不玩了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妈 妈 干嘛不玩啊 我来看看妈 这个牌 妈 你这个牌怎么能不玩呢 这个牌可大了 十三腰 干谁打了 干谁打了 干我啊 打呀 快点快点 妖姬 妖姬 等等 等等 都别动啊 我妈糊了 糊了 十三腰 各位不好意思啊 十三腰在我们刘家呢 是端锅的 拿钱拿钱拿钱 所有的钱都得给她 不要动 端锅了 拿钱 真好人 拿钱呀 拿来 都拿来 十三腰嘛 妈 咱们赢钱了 这个牌局我看挺散的 很好呀 那今天就散了吧 对不住了啊 不好意思啊 那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乔兰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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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惠给 这么多钱 哪来的真有本事 这都厉害了吧 去哪里吃的给我 我跟妈拿来 好好好 拿来 你看她干什么 拿来 好好好 给妈给妈 下次不给你 对 还有 没有了我这儿 您看哪有啊 都给您 好好好 去认识吃的吧 妈 我跟你说个事啊 今天呢 有抗人分子杀了几个日本人 这个龟田既然当街 就杀了咱们几个临江县的老百姓 这还了得 这些年 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少吗 我也不明白啊 杀了中国人吧 你也难受 可是你还是跟着日本人 屁股后头不做人事 我知道 你是想借着警察局局长的位子 多搂几个钱 那叫发国难财 好了 行了 休息吧 嗯 谁啊 小姐 是我 阿金呢 干吗呀 我是过来看看 你和姑爷 还有什么吩咐吗 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 挺好的 我们都挺习惯的 你快睡吧 有劳阿金叔了 如果这样 那时候不早了 小姐你们早点休息吧 好 好 好嘞 这个阿金叔 大碗不睡觉 吓死我 噓 先不要说话 怎么了 他还没走呢 你怎么知道 刚才 我听见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现在只下去了一个 证明还有一个人在门口讨厅呢 好 嘘 干什么 你得配合我呀 怎么配合你啊 欧阳 你干嘛呀 我都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 明天再说好不好 哎呀 你又不是太累 你不要这样 你这样弄得我好烦呀 好了好了 快关灯睡觉吧 那我去关灯了 好 欧阳 王 哎呀 哈哈 妈 我也是不得已啊 还好意思说你 好了 您别气您别气 是儿子错了 好吧 儿子真的错了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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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局长辞了 妈 我 我要真的辞了这个局长的位置啊 我跟您说 一帮子人等着坐呢 我做这个警察局长 我还能镇得住警察局那帮兄弟 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老百姓不会遭罪 要不然啊 这些人都成了日本人的狗了 别的人我管不了 你是我儿子 只要我儿子不当日本人的狗 我就心安了 妈 你不懂 那你说吧 你说 我该怎么办 我不是说了吗 把那个警察局局长给辞了 妈 你看你看你看 我就知道你不愿意 行了 儿大不由你啊 你好自为之吧 我也困了 我回屋休息去了 老爷 老爷 都了解清楚了 两个人的感情真不错 老爷 这个欧阳先生 人不会错 突然冒出来个孤雁 这事绝不那么简单 我应该多花点时间 好好再观察他一下 不急 好的 老爷 老爷 干什么呀 偷偷摸摸的 干什么 放钱呀 你呀 你就这点出息啊 我这点出息怎么了 你有出息 你有出息 你让人日本人使得第六转啊 我这警察局长啊 我是真不想干了 你真不想干这警察局长啊 你刚在客厅没听妈说啊 妈那么生气 说话那么难听 我 我难为呀我 妈呢都是假生气呀 你想想 你想想啊 你要是不干这个警察局长了 那你就没有日本人做靠山了呀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日本人做靠山 谁给你送钱呀 对不对呀 你的意思是 这汉奸的名声 我得背上是吧 那名声又怎么了 好名坏名又能怎么样 能掉块肉啊 喊你汉奸你疼吗 就是 我跟你讲 现在就是真金白银才是真的 现在谁有钱 咱们就跟谁干 你说是不是 就是 想多了你 爸爸下来了吗 下来了 爸 早 走 走 红玉啊 你们这趟回来 是打算住几天就走 还是打算一直待下去啊 当然是一直待下去了吧 爸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让欧阳爸 做您的一个助手 把你生意上的事 好好帮你打理打理 那就不必了 我生意上帮我照顾打理的人 多了去了 那你就当教教他呗 以后再说吧 爸爸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我什么都可以干呢 你怎么还不去巡查 是在临江城到处都是康尔分子 你怎么来了 不管是啊 我们又吸引了两个日本军人 固见司令官非常生气 如果你们要是再不能 几时抓到凶手 司令怪罪下来 恐怕啊 你们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是是是 我现在我就巡查去 赶紧的 赶紧的 快点 几个兄弟 快快快快 看来你们送嫁的规矩还挺多的 你爸管你还挺严的 我看他是没看上我这个女婿啊 你说 等哪天你要真嫁人了 有人敢娶你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正有个女儿 这么多年不回家 突然回家带个男人回来 你心里不别扭啊 再说我爸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得亏我照得住我爸 不然的话 他早把你赶出门外去了 是是是是 好了 不说了 都静静点啊 集合巡查 等程哥 小爱 你怎么来了 给我爸送饭啊 有我的饭吗 我忘了 不会的 奶奶醉疼我了 这怎么会呢 都是准备的好吃的 奶奶特意嘱咐 小爱 来给局长送饭啊 得争哥 那我先进去了 不然菜要凉了 那行 你快去吧 好 对了 那个马德成 确实跟你关系挺好的嘛 好啊 我们从小一块玩到大 我说一他都不能说二 怎么了 好 没事 有办法了 我们找找他 杜贵太君 嗯 今天来我们警察局 有何功干啊 刚才那个姑娘是 是 他叫刘小爱 是我们局长的千金 也是我的干妹妹 嗯 就是 没有想到 你们刘局长 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千金 杜贵太君 你好像对我的这个干妹妹 很感兴趣啊 漂亮的女孩子 人人人都会喜欢 太君 有句俗语叫 该出手时就出手 我想我们局长 要有您做他女婿的话 那他一定会感到很荣幸 如此可教 这边 这边 各位 杜贵又我给你讲什么了 怎么什么事你都打听啊 该知道的知道 不该知道的别知道 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行了 各位 那可人自家妹子呀 马队长 马队长 不是 你们怎么过来了 不是你这刚回来 不在家陪陪送过我 瞎出来转悠什么呀 马队长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俩呀 是特地请你来了 还有好多事要找你聊呢 给兄弟们买点茶水 欧阳秀 够朋友 行了 我请客 咱们喝两杯行不行 走走走走走 死了 不要 让你买点 然 来 不然 物質倉庫はどうだ? もう出会いしました 安全です よし 行ってみようか 本殿堂の所に 行ってみよう 欧阳修 別看我平時穿的這身黑皮 在別人面前顯得挺威風 可是我心裏的酸水啊 沒人知道什麼滋味 聽這話 是受了齊隊長的委屈了 他那算什麼委屈啊 我說的是日本人 馬隊長受日本人的委屈啊 岂止是委屈啊 在他們眼裡 我們就是條狗 甚至連狗都不如 那倒是 那倒是 不是 我沒別的意思啊 來來來 來馬隊長 咱再喝一口 馬隊長 我乾了 你隨意 欧阳修 你絕對是個講究人 太靠譜了 以後你在林江這個地下上有什麼事 就儘管找馬的事 好事 你看看 還真是有點小忙 得讓您幫 很好 那就請你告訴我 你的真實身份 我就是老百姓 沒那麼簡單吧 你從嬈起鎮那兒 買了一批違禁藥品 作為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需要這些違禁品做什麼 告訴我 這批違禁品 去了什麼地方 其實這事對您來說呢 是小事 不是 我就是想從您這兒知道 這日本人禁運的物品 被查出之後 它關在哪兒 這具體的地方在哪兒 不是 這個是掉腦袋的事 問這幹什麼呀 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我告訴你 這批藥品 只能用在戰爭中 這就證明 你就是林江的地下抗日分子之一 告訴我 你們其他的同伙在哪兒 你是用什麼方式 跟他們聯繫的 你看你怎麼緊張成這樣 千萬別誤會啊 我們是這麼想的 日本人要進的 一定是老百姓平時最需要的 我們呢就以低價收購 等到市場緊張的時候 再以高價賣出 我們從中賺點小利 就這樣 來來來來 風險大了點吧 這要是讓日本人查出來 那你們可都是抗日分子啊 馬隊長 你真是多想了 什麼抗日分子 你看我們倆像吧 手無腹肌之力 你放心 絕對兄弟不會失了禮數 有您的好處 這麼著 兩個鐘頭 就兩個鐘頭 還在這兒見 我給你帶一張圖來 你們日本人 侵略我們的國土 殺害我們的同胞 恐怕要消滅你們的 不僅僅是幾個抗日分子吧 黃先生 請允許我給你糾正一下 今天 我們之所以在這裡 就說明你們不夠強大 你以為你們日本人 要寫個槍袍 就足夠強大了嗎 黃先生 黃先生 今天我來 是想從你的嘴裏 指導一些事情 看來 我要徒勞而歸了 混蛋 你不說實話 你不說實話 我就用日本金刀 讓你開空了呀 你們無非就這些馬戲 中國人是殺不絕的 終有一天 中國的老百姓 一定會把你們這些小日本人 趕出中國的 公白這一天 你是可不得了 怎麼了 是誰啊 好像是二弟 你看清楚了 真的是二弟吗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只是说有点像 也不一定就是啊 都已经过去三年了 会长 明雅 有二弟的消息了吗 刚刚接到消息 二路也被日本人给杀了 什么 二弟被日本人给杀了 这日本人不是答应我 不会伤害二弟他们的吧 日本人的话你也信吗 老爷 你是为了保护太太跟妞妞 二老爷在天之灵 也会理解你的 日本人已经朝这边来了 抓紧时间 我们快走吧 怎么会这样 别想了 快走吧 二弟 二弟 他不可能还活着呀 你看 这个 这几个蓝色的区域就是 警察局的巡逻区 这几个红色的区域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就是日本宪兵队的巡逻区 这就是仓库 所以这些红色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吧 不错 这一共有四个仓库 警察局的警察 在日本人眼里 就是条狗 小鬼子根本就不信任他们 所以重要的物资 比如说弹药 粮食 绝不会放在这几个仓库里面 你别说 这马德成这次还真是立了一大功 所以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这几个仓库的情况 逐一地摸清楚 你别说 太好了 现在咱们有了这张图 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了 你看 这儿 这里 爹 我这儿就救你出来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能够好吧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能够好吧 嗯 我看见了 佐藤哥 是 你明白这些东西吗 士略哥哥 梁本和战士的战士 都被困在山上 如果他们被他送给他们 可以解放 好了 这些东西是 梁本和战士的战士的命 现在 现在 我们都要做一个设计 每次都要送出物件 从这里戒备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比较方便动手